所以像我當年 就是實習醫師的時候超害怕的 我跟一個骨科醫師 我那時候開刀有一個病人 他有一個得糖尿病 他把腳整隻鋸掉 那鋸的是超過膝蓋上 就好長一隻喔 那很可怕 其實我們從來沒看過 只有在電視上 我們奪魂鋸這樣看 沒有看過真正在那裡 用線鋸這樣鋸喔 然後其實那時候 已經血脈噴髒 其實心裡有點嚇到 然後最後 實習醫師醉菜嘛 要把那個東西包起來 送去標本間 那我是倒數第二賽 後面還有兩個醫學生跟著我 我就想說那兩個學弟 我包起來我就叫他 學弟 幫我拿這個很重 那兩個學弟 就是我以前球隊的那個學弟 就講話就男生嘛 大拉拉 這好好玩喔 這好看起來比想像中輕 還在我後面喔 拿那個腳撞我 學長 不好意思 踢到你你知道 我想這真的是有一點點 白目喔 有點白目 然後拿一拿還掉到地上 我就跟他講 學弟 這個病人還活著 他不是什麼 也沒有過世 但是我們對這種 這種殘疾一定要尊重 不能玩的 這種神秘力量在醫院裡 你以後就能了解喔 我就好言勸 他那學弟就這樣 吊嚷嚷嚷著 然後最後放完了 沒事 下個禮拜回來的時候 怎麼少一個學弟 我就問他那個另外一個學弟 學弟說 不用日子去玩嘛 騎摩托車騎很快啊 前面有一個計程車 突然要靠邊要載人 他就太近了 他就閃過去之後 但是他那個 騎車那個人過了 後面那個人知道 後面男生腳 腳開超開的你知道嗎 那個 右邊的膝蓋就撞 把那個計程車的車尾燈撞破 然後腳腫一大包 沒辦法來上班 而且剛好那個右腳就是 切掉那隻腳 我就說你看你看 你要不要尊敬一點 所以在醫院 還是寧可信其由 別忘了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 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請記住 再見 請記住 請記住 請記住